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产业消息要带你来关心是糟了 长江存储要被纳入苹果供应链 我们知道当红色供应链交入战场之后 就可能排挤掉我们的订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有可能让我们的毛利变低 因为他们都会杀价竞争 价钱打得很低 那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苹果准备要增加记忆体晶片的供应商 而且点名会纳入长江存储 蔡总这是理空 对啊 所以看一下六宫格 今天主要的记忆体都是绿油油 华邦望虹已经跌很低了 还在跌 那原本最看跌的这个群联 今天补跌同步的失守了月季线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科技业还是有一个转机 就是在伺服器 包括代工的围银 控制晶片的信滑 还有这个散热的励志 今天都表现不错 但是我们记忆体 台湾的记忆体 的确有出现了危机 阿关刚才提到了 大陆的长江存储 打入了苹果供应链 这个背景是这样 就是说苹果记忆体的供应链 日本的凯霞 上个月不是一个原料的污染 所以苹果就考虑 让长江存储来打入供应链 其实原本的供应链当中 不管是三星 海力士 美光 都有能力补足这个缺口 但苹果一向是怎么样 让它的供应链 这个充分的分散 所以长江存储就进来了 但长江存储它现在的技术 大概落后人家 差不多一个世代 所以刚开始先练兵 你从低阶的iPhone SE做起 但是你说低阶 你也不要小觑 这个长江存储的实力 我们看一下左边的 它的月产能的话 全球第一名单单三星 一个月是48万片 美光18万片 长江存储 你看短短的这几年 它也可以冲到了10万片 全球的市占高达7% 在技术的部分 它现在主要的产品的话 大概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64层 128层 这个主要为主 去年下半年它已经市产了192层 这个层数越多的 当然技术越好 也就是它现在技术 虽然不如美光和三星 但它的技术 跳跃式成长 而且成长速度非常快 靠谁能靠高级全 所以可能要打入苹果供应链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蔡总 第一个是 苹果现在的记忆体 并不是台湾供应的 刚刚蔡总谈到 有美光 有三星 有海力士 既然不是台湾供应的 那长江存储打进去 伤的是三星 伤的是美光 该来有什么管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打进去之后 影响到三星和美光 对我们到底是利益还是弊 好 我基本上 我们俩知道 我们现在不如人家 其实我们的技术 我认为没有那么差 但是我们始终 没有真正核心打入苹果供应链的记忆体 所以我们本来就没打进去 对 那是美光 我们是做美光间接打入了 对 所以老实讲 我们跟美光绑在一块 所以我懂了 所以它排挤掉美光的定单 这里它一口气排挤三星跟海力士吗 不可能 它一定是挑战美光 但是我们是这一个阵营 当然对我们有影响 我懂了 所以长江存储有可能排挤掉美光 而我们是美光的供应商 就间接也排挤掉我们 对 那刚才我讲的很讽刺的 就说我们输在谁 输在自己人去帮助人家 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危机 昨天我们看到美光的财报 我们看一下上一季的财报 不管是营收 EPS 都很好 然后本季的财测 你看都超过一起 盘前大涨4% 傻眼了 收盘大跌3.5% 为什么 盘前利多反应 收盘利空反应呢 好 我们看下一个袭击 告诉大家 因为现在记忆体受到的PC 尤其在手机这个部分的需求 开始终端需求减弱了 所以记忆体你看一下 这是第二季 下一季 明天开始就第二季了 那整体的D-RAM平均 在第二季会跌0到5% 0到5% 所以是报价 对 报价 那标准型的这个记忆体的话 这个最惨跌到3到8% 那伺服器行动 这个式的记忆体也都跌 那唯有这个利基型的记忆体 DDR3 有涨3到8% 那个金豪科就做这个部分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美光对自己看得很乐观 但是整个环境是跌着 而且我告诉大家 因为第二季 美国联总会可能会加大 那个升息的弧度 那加大升息的弧度的话 其实你需求还会被进一步打压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说 整体的记忆体 可能第二季要跌几%几% 实际上给它升息弧度两码 一次小升两码的话 那个会怎么样 会跌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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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们回到上一页 我们来看 难怪交友军会怎么说 他说今年到目前为止都很好 但在通膨的影响之下 这种状况能够持续多久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他讲的就是通膨的压力 有可能让报价持续的回荡 美光盘前大涨 反映的是它的财报 收盘下跌 反映的是报价的疲软 和景气的疑虑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 那台湾的DDR 这样听起来 不跟Stanley也没错 他之前不是看得很坏吗 我们都说 他欧白说 欧白说 结果现在回头来看 他也算先知 对 这一次他看对了 我们看2344的华邦 因为这档股票是 大家公认 在所有的记忆体当中 这个本益比最低 然后殖利率也都很漂亮的 但我告诉你 他在日K的部分 他已经形成了双口 这个景线今天正式的怎么样 来灌破了 下面放外资 我们来看看外资 来看法人的筹码 外资的动作其实他是比较偏向稍微的调解 但是我觉得投信他是压错 你咬晃投信的话 投信在这一季当中 这个华邦应该是栽了跟斗 你看之前他布局这么久 最近发现不对 最近开始一路卖 对 一路卖 发现不跟Stanley是对的 对 他认错了 投信认错了 这个结论会有一个重伤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最危险的不是华邦 最危险的不是华邦 不是 因为第二季的报价 现货 合约价都会进一步的下跌 而且我这个还没有考虑到联总会的升息 所以低瑞模组 它会提列可观的叠价损失 那个叠价损失 所以像威刚那样的股票 威刚还是最好的 3260的威刚 但请注意从102块一路的开始跌了 他已经在反映 我抢到观众就自己去 所以模组场反而是最危险 要提列那个损失 叠价损失 这个恐怕会重伤 我觉得应该考虑到财报 就未来的这个第二季的财报 可能比较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回来 我们也要平衡来一下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我们回到美光的财报 美光的财报 那如果景气这么糟 美光财报为什么这么好 这就其实藏了猫腻 美光的财报里头 藏了投资机会在里头 对 打了一个暗号 资料中心的晶片销售 资料中心 你现在找到一个产品 可以成长这个60% 那这个很难 只有在这个SERVO 所以他已经在打密码 资料中心就他的密码 好 所以透过了这个美光的话 我们找到了伺服器 资料中心当然跟伺服器相关 因为今年云端服务业的话 推出了ARM架构的伺服器 那像这个AVIDIA 或者像这个阿里巴巴 推出来的新产品 都是由我们台积电来代工 那周边的很多的公司 这些相关 我把它挑出来六档 这些伺服器的概念 我认为现在的股价 是比较有机会的 包括光宝科 金像电 敦阳科 信华 励志 跟这个齐宏 那信华的话 5274的信华 虽然它很高价 一般的我们观众买不起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一眼 就是说现在它是站稳的股后 但是我们看6415的 这个CDKY的股王 它的基本上 它是比较高价 但是股价比较弱 继续信息比较弱 你隐蔽 回来再看5274的信华 它是这样 走势比较强 这个就代表了景气的方向 那我们回来看 有没有比较中低价可以买的 我们回到公格 像励志今天表现不错 对 价位比较低 对 没错 金像电 齐宏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这两档 这个我们先看2368 因为我们看比较热络的股票 那金像电虽然金像电 但是我们看整个现行 它是OK的 继续面也是不错 但是这一段它有点涨多 我觉得现在 外资可能跟投信有点在对作 今天的盘面 我告诉你 那个外资真的很奇怪 那个金融全部都买 买大的金风就算了 连小的金融都买 它在压第二季联准会大升息 但是只要你敢内子敢拉 中小电子拉起来 我就给你 我就给你 所以它有点在对作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是OK 但是等拉回来的时候是考虑 3017的齐宏也是一样 这个是投信很典型的任养的股票 外资一路卖 对 我觉得这个经典的案例 我们看一下齐宏 基本面都没问题 都不用多说 就是在对作 投信是大买 你看投信一路买 外资一路卖 这档股票是被投信买上来的 但是买到这个地方 外资这样 这个就很矛盾 所以你当然最近就有流上一线 但是基本面没有问题 但是你可以看他们两边在斗滑的时候 拉回的时候再来 但是我还是最担心 最危险的会不会是地润以及地润模组 这个族群要赶快卖吗 请举牌 认同应该要卖出的给圈 地润跟地润模组真的好危险吗 大家都说还是先跑了吧 我们回到台湖今日最重要 带你来关心的是 盘面在第二季的涨价题材 有没有可能从MCU之后 开始扩大延烧 而这些有涨价题材的个股 像今天神盾攻到了涨停板 茂达创下新高 怎么做观察 稍微来谈谈长价前主力 到底有没有落袍 我们请赵宇带我们来看 是 到底有哪些题材 会在第二季持续影响股价 特别是涨价题材 好 涨价其实不是只有 我们之前讲到 是车业和MCU的部分 但他怎么比较熟MCU MCU大家比较熟对不对 那传产其实大家有知道 中钢不是调了5.8%吗 后面调得越调越多 各位知道叶辉今天盘价调多少%吗 最新的消息告诉大家 调12% 后面越调越高 中钢调5.8% 中红调9% 叶辉调12% 这是内销价 这是最新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像涅在大涨的情况下 也死得不锈钢 像华信上个星期一公布 这个星期一公布 开1万7 涨1万7 不锈钢涨1万7盘价非常高 接下来叶连不用讲 这个不销售一定也是跟得涨的 建商老板现在头好痛 没有办法 因为东西 营造商头好痛 整个成本都上来了 好 那既然IC设计部分来讲也是一样 刚刚蔡总有提到 包含像是系列KY 包含像新唐这个部分来讲 以及像是信华 这些部分其实来讲都已经说 已经有讲了 就是说他们在第二季 准备打算要去涨价 其实这个部分来讲 反映到台面上面 IC设计的部分来讲 今天有一些股票 我们很快速跟大家来做报告 好 PMIC外传第二季也要涨价 PMIC是电源管理IC 从MCU的涨价 现在已经扩大来到 PMIC也要跟进涨价了 其实这些IC设计 他们都已经不愿意跟低价共舞了 你看信华 刚刚蔡总有讲到 这信华股价表现相当相当漂亮 那茂达这本身也是一样 你看茂达 其实他在这波反弹幅度 也相当强 这个整个幅度来讲 他从262块钱 下来到这个地方来讲 反弹已经接近前高了 所以他速度来讲比较快 但是这些股票你看 像股王CDK3434块钱 信华3260块钱 茂达也要256块钱 所以每一个都是怎么样 都是四位数跟三位数的 好 那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这个MCU的部分 其实MCU很多专家 现在都跟大家做报告 第一个出来喊的就是新唐 所以新唐股价已经涨到今天 已经几乎是创历史新高 这两天创历史新高了 各位知道 华欣交加多会 这股票操作多漂亮 对不对 所以当全市场都知道 这个消息的时候 全市场知道消息的时候 你看新唐股价越线 这是新唐的历史 走势图它的越线 创新高 创历史新高 创历史新高 好 那一样的部分来讲 它盛群相关来讲的话 它在去年也来到一个 这个历史新高 155块钱 那这些股票来讲 都是属于大家都知道 而且股价都比较高的 我们想找新唐第二 我们想找盛群第二 我现在跟各位讲 因为这些东西是媒体报纸 已经跟大家都讲了 讲了其实就不值钱了 那我要跟各位讲一些事实是 媒体还没有报告 但是绝对你们在任何公开资讯 官司站都可以查出来的 这档股票叫什么 叫迅捷 643迅捷 我先跟各位做报告 这一档股票 其实是老IC设计公司 如果说以这个月线的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部分来讲 有一点点的失真 因为它没有还原减资 也就是说它没有还原全值 如果还原全值 基本上来讲 位阶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从盘中走势和日K线来看 这是它的盘中走势 在今天已经往上发动了 大早超过5个百分点 从日K线来看 它是相对比较落后的 如果看了新唐 我们来比较一下新唐好不好 来 我来看新唐的日K线 新唐是长这样 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新唐是长这样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续节 续节那是相对弱多了 这个问题来 各位观众看这个地方有没有 这个地方是减资 本来股价在这里 它本来减资前 最后那一天是22块7毛5 所以它还原全值之后上去 所以它股价才跳到这个地方来 如果你把它还原的话 到今天的收盘价53块钱 一定有观众朋友问我说 那会不会涨多了 我跟各位讲 你们拿53块钱 你去乘以0.485 就等于还原它的全值 就是回到它减资前的位置 在25块钱 25块钱跟各位讲 这一天是22.75 也就是说你现在 你今天收盘价 其实跟这一边大股东的成本 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完全没有涨到 新唐这20天 我们刚刚调一下新唐这张股票 新唐这20天各位知道涨多少吗 涨 猪涨51% 20天涨51% 我们刚刚看 预业线还已经创历史新高 所以今天为什么 大盘成家量会少 最主要原因是怎么样 其实不是长假 一定很多人说是长假 不是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成家量跟1月26号封关 只比1月26号封关那天 多了几十亿而已 怎么可能放4天的价比 跟所谓年假的一个封关量 会差不多 那一定是其实短线上很多人 当充格日充赚不到钱的原因 所以他退出 这两三天退出 不完全是长假 好 回到重点 就是说现在买股票 我们比较去在乎说 途征去买那种已经创新高 喷上去的股票 因为有可能随时会怎么会下来 因为季度的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要找基起低的 基起低 因为基起低 其实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一点 我们股票不怕当充卖你 不怕格日充卖你 最怕什么 最怕法人大股东倒给你 因为这一倒下去之后可能就是 像雪崩这样倒下来 所以现在选股票来讲 就是同样的类型 同样的基起 同样的股票当中 我们要选择基起相对低了 那这一部分来讲 可以顺便保护我们自己 好 所以基起低的 法人也不想在地上倒货 所以相对就比较安全了